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編 那這個禮拜韓服更新的幅度其實算 說大也不大 說小也不小 但是很值得大家注意的是 稱號系統終於回來啦 可是跟以前的稱號不同的是 現在的稱號它是系統賦予的 也就是說你要完成某個任務 它才會有這個頭銜 這個稱號 那以前的話是大家自己找這個王族嘛 然後或者是等級到你也可以自己用斜線title 然後打個顏色啊什麼的 那現在不一樣 現在你們畫面上看到的這個就是新的這個頭銜 那頭銜的話呢 在這個地方 就是它會顯示在你的ID之上 這個地方 那顏色是不是可以控制呢 這個目前還不知道 那我們可以看到左邊這個視窗 左邊這個視窗呢 它上面有一個 它左邊那邊其實是有一個名稱 它橘框啦 橘框的左邊那邊有一個名稱 那右邊呢 有它的這個 它名稱其實就是它的頭銜 大家可以對照一下 跟這個角色頭上一樣的 這個就是它的頭銜的名稱 那下面的這個橘色字就是使用中啦 那右邊的話這邊有一個PVP 這個就是這個頭銜的效果 那頭銜怎麼樣去取得呢 它下面這邊有一個說明 有一個小視窗給大家看 那這個視窗它就是頭銜 頭銜稱號系統的這個視窗 那裡面有很多的這個頭銜可以去獲得 那如果說你們 它雖然說畫面上 有些是用這個模糊的 不過其實你從最上面這個 像左邊那個視窗 最上面有一個模糊的 它上面有一個橫線有沒有 它金金的那個其實看起來 很明顯就是Event的那個字 也就是說這個頭銜 它除了一般長 就是可以讓你玩家 平常就可以去挑戰的任務之外 它還會有一些活動專屬的這個稱號 那這個稱號的話呢 它可能就是現實的 比如說活動期間之內 你達成某個條件 它你就會獲得 那期間之後就會消失 那另外一種就可能是 活動期間才有出現 那讓你讓你獲得這個稱號 那之後的話 這個稱號會不會常駐 我想可能會啦 可能會有常駐的 那也有一些 就是可能是活動之後就結束了 這個不一定 那個等到時候看NC這邊 他們怎麼樣去設計這個功能 但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幾個功能 這幾個方向是不排除的 然後它這邊有寫到 就是左邊這個視窗 左邊這個小視窗 它是顯示的是 稱號的名稱 然後你把它點開來之後 就是右邊這個小視窗 它會告訴你 它會告訴你 如何來達成這個目標 那它這個就是屠龍者 然後屠龍者 然後這邊是 下面這邊的視窗 就是寫的是你的進度 你的挑戰的內容 之類的 然後它可以挑戰的這個項目 可以挑戰 那應該說完成這個 完成這個 頭銜 你要獲得這個條件 它可能會是 譬如說強化專備 或者是殺死幾次 或者是殺幾隻怪物 這樣子等等的 這個 都有可能 那怎麼設計一樣是 其實 如果你仔細去想的話 其實這個設計有點像 目前的這個 收集品 現在活動不是有一些收集品嗎 收集品是活動限制的 限定的 它活動期間 你收集到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獲得某一項能力 那活動之後呢 這項能力就消失了 那它等於是 把這個東西呢 把它搬到這個 頭銜系統來用 然後頭銜的話 名稱就是 系統制定 你完成這個任務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頭銜 注意喔 是可以使用這個頭銜 你是不能去改這個頭銜的名稱 譬如說我今天 獲得一個屠龍者的頭銜 那我這個PVP的減商 PVP的這個 這個減商 這個能力值 我就做加一了 那 當我使用這個頭銜的時候呢 我的頭上就會顯示的是 屠龍者 那這樣別人看到的時候 就知道說 哇這個人 他拿的是屠龍者的這個頭銜 那當然 你顯示這個屠龍者的時候 欸 這個感覺就不一樣了 畢竟你是 你是經過這個一個試煉的 好 那如何獲得這個頭銜呢 剛才我們講的是 有講的是活動嘛 那另外他其實還有一些是 每日每週或者是每月的這個任務 他會 他會去怎麼樣 他會去推出 好然後讓你去完成這些任務 來取得這個頭銜 好這樣 這個是一個新的系統 好看起來 不像是要課金啦 但是 會不會設計成需要課金的 這個就不知道了 好 然後再來下一個是小移民 韓版這一次的小移民活動 這個就不解釋啦 然後再來也是這一次更新的重頭戲 就是龍鬥士 應該說職業的技能調整 上個禮拜才調整過幾乎所有的職業 應該說所有職業 那這個禮拜又調整了一次 那龍鬥士的技能 算是我覺得改變還蠻大的一個 一個部分喔 因為龍鬥士他這一次調整的這個 呃 技能啊 包括啊 第一個是奪命之雷 第一個是奪命之雷 他的改成是 呃 他的冷卻時間 以前是跟 所有其他魔法是共用冷卻時間的 那他這一次調整之後呢 他的冷卻時間是獨立的 他不跟一般的魔法使用 譬如說我現在放了光劍 我放了光劍之後 我的 這個奪命之雷CD是不受影響的 我可以放完光劍的 同時 放奪命之雷 當然我這個只是舉例啦 那第二 他第二點呢 就是說奪命之雷 他捆綁的時間會增加 然後他的成功機率呢 這個要注意喔 如果你要放的話 他的成功機率取決於 司法者的等級 也就是說你的等級越高 然後你綁到敵人的這個機會越高 好那第二招的話是奪命之雷的衝擊 那他這邊的說明是說 他的發動率在提高啦 那第三招這個 第三個跟第四個啊 這兩個其實我覺得是重點中的重點啊 因為以前 玩奪命 玩這個龍鬥士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知道了 你放屠宰者的時候 他會扣HP 雖然說他扣的比較少 但是 基本上你還是會 不斷的使用洪水 尤其是你在你的HP恢復 或者是防禦低的時候 你會發現洪水一直消耗 那他這一次呢 把這一招 他有一招技能嘛 龍鬥士有一招技能叫 黑暗砍吉 那他那招是 放了之後 就是會吸HP 可是CD時間超長 基本上那一招技能是 有人說可以把它看成是魂體啦 那有人是覺得說 那實在是很難用 那小編自己覺得說 那一招其實不是很好用 那不過這一次改完之後 我對這個技能的描述 要再調整過了 這招技能會變得非常好用 因為這個說明裡面呢 他說他會把它改成是BUFF技能 而且他會隨著一般的攻擊 就發動 那所謂的BUFF技能就是 你施放之後 他就會持續一段時間 會有這個吸血的效果 聽懂嗎 他是持續一段時間 會有吸血的效果 不是像之前是 砍一下 施放技能的瞬間才有吸血 他現在是 藏住吸血的技能 然後他會隨著一般的攻擊 譬如說你可能 砍了一刀砍了兩刀 砍了三刀 他會隨著一般的普通攻擊喔 技能會不會發動 這個還要再測試 但是他會隨著一般的攻擊呢 去發動 也就是說你在普攻的時候 你就會吸血 等同於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這個變身娃娃 魔法娃娃 那個吸血鬼的效果 這個 非常厲害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調整 然後再來下面是 龍之護鎧跟致命身軀 以前這兩招是要用放的 就是要耗這個雪晶石 來施放這個技能 那現在改版之後呢 不用了 他全部這兩招 改成是這個被動的技能 被動技能 就是你學到之後呢 他就會常租了 你就不用再 你就不用再 再去主動施放 然後再來 這個黑暗騎士的部分 上個禮拜也調整過了嘛 這一次又調整 當然他主要調整的部分 有四個技能 一個是 極限恢復 極限恢復的復仇者 然後 黑暗護盾 然後還有反射衝暈 四個技能 他總共會這樣的調整 那 詳細的內容 這個目前官方啊 他之前是這樣子 然後還沒有詳細的去公佈 那相信今天再過一段時間 就會再公佈 那這個小兵會再 把他更新在這個大補帖上面 那再請大家去看 然後再來 第五個部分 就是進入特殊副本的這個 他他目前是可以自動進入嘛 然後你可以自動回春去補給 可是 有用過的人都知道 他其實 你死掉的時候 你基本上 他不會去回補啦 就是譬如說你洪水用完了 你洪水用完了 他不會去回補 他用完了就用完了 直到死掉為止 那他這一次更新的四大項 第一個叫做 第一個叫做 新增死亡次數的限制 譬如說我今天會重複進入這個 我可以讓他重複進入 然後 但是如果說有敵人 有敵盟在打我 或者是我不小心被怪物為死了 那他這邊可以設定 你把這個選項開啟之後呢 譬如說我現在免費復活次數是3 那他死了三次之後呢 他就不會再自動幫你進去 他他整個自動的這個 行程呢 他就中斷 他就中斷了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叫做 新增自動回春補給的功能 應該說是更新啦 他這邊是更新的這個 自動回春補給的功能 以前的話 剛才講了 他沒有水的時候 他不會去補 直到 你完成了某一個副本之後 他要切換副本之間 他才會去補給 那現在更新之後呢 像我們一開始進來 如果你有看小編前一段影片的話呢 你就知道他 你在一開始 如果你要使用這個自動補給的功能 你必須在每個NPC 包括雜貨商人 然後魔法捲頭商人 還有自動販賣物的那個肥老 這三個你一定要去設定 你要買哪些賣哪些 那他今天新增的這個功能就是 當你設定的 設定買賣東西的 應該說買東西的那一個道具 其中一個或者是多個 變成零的時候 他就會自己出去 用迴卷出去買 買完再進來 那也就是說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今天洪水 我去這個阿曼茲塔 洪水打打打打打打 沒水了 沒水怎麼辦呢 他會自動回春 然後回春之後呢 去補給洪水 跟其他有消耗掉的道具 再把它補回到 你原本設定的那個值就對了 然後再自動回去 自動回去打 這樣子了解 好那再來 第三個 第三個功能就是 如果說停止動作的時候 譬如說你負重量可能超過了 他沒有辦法移動了 他沒有辦法進行攻擊的時候 那他就會到 時間到的時候 譬如說我現在在奧曼茲塔 我說時間到了 回春了 那回春了 他不會再自動幫你進去下一個副本 也就是說他不會一直去浪費這個副本的時間 他時間到了 他就會去停止 停止動作 然後讓你的時間是中止的 然後第四個呢 就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在打這個副本的時候 他這個功能叫做 他調整了自動進入副本的這個方式 譬如說我們今天 如果透過這個UI的話 就是界面可以傳送到一樓 那在這段時間裡面 其實你可以去做瞬移的 如果說 我們說一樓的話 一樓可能 奧曼茲塔可能比較難 難懂 我們說那個 另外一個叫什麼塔 愛影神殿 你可以在裡面瞬移嗎 你可以去二三四樓這樣子 那基本上如果說你在 他這個裡面是用奧曼茲塔的例子 如果你在奧曼茲塔移動到九樓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掛在九樓 他會自動幫你掛在九樓 那如果說他 如果你離開回去補給了 那他會自動回去到九樓 他補完之後他會回去九樓 而不是說從 從到那個一樓去 那怎麼樣去 他是怎麼樣回到九樓 可能是消耗捲軸 或者是 應該是消耗捲軸啦 那這個因為目前還沒有 詳細的這個資訊出來 目前是這樣 只知道說他會回到原本的那個樓層 而不是降樓層這樣子 那以上呢 以上呢 是這個這一次韓版 這個禮拜主要更新的一個項目 那下面這個的話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是一個叫做 紅旗試團的 應該就是甘特啦 甘特的那個聖物帶 甘特聖物帶 然後他可以去製作 紅便紙便 這個一定是機率製作的 這個大家參考參考就好了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韓版這一次的這個重點更新 提供給大家參考 好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想要知道韓版 最新的這個改版消息 請大家不要吝嗇 按下右上右下角的 這個喜歡跟訂閱 隨時可以收到 大補帖最新的這個消息 那我們下段影片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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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